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台中 因为过去大家都是看到 这个发展从中间往外扩 是不是也有些区块 因为刚刚你也有提过大雅 或者是北屯区 现在慢慢地往这个外面 乌日最近也因为高铁的关系 也非常热了 有没有一些外溢效应 是我们值得留意的 我们刚刚讲到中科 中科其实是借在大雅跟西屯之间 所以我们刚刚如果说是主流的 一般大家会优先想要买的 可能会在西屯 但是陆陆续续也往大雅发展 那刚刚有提到说 像大雅其实蛮多是属于透天别墅型的 那它可以提供不一样的一个选择 那这边大概是大概1000万左右 就可以满足到这些科学园区的 这些新贵门 他们希望的一个住宅产品 那另外如果像包括像到 外溢到坛子 你看往坛子这个方向呢 虽然它的时间 交通时间有略远 但是呢 它的价格呢更加的亲民 所以它对于 真的希望可以在初期先来 先求有再求好的 这些购物族群来讲 确实也是一个生机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些地方呢 除了说大家单纯外衣 因为房价低之外 它其实事实上在建设上面呢 也有成长 包括说 包括坛子在这边 包括外环道路 还有这个国道4号的风坛段 这两个交通的部分呢 逐渐的去完工到位之后呢 它解决了绝大部分觉得 交通距离远这样的问题 它加强了这个便利性 那再来包括像是 宏富重花区的开发 也陆续的比较完善了 所以其实对于选择这一区的人 他也会觉得没有那么为难了 那再来呢 其实在这边呢 也有一些建商 他们在推案的时候呢 其实是主打这个率富率高的 也就是说呢 它去结合大的这个公园 会让这边的居住品质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 那也会比较适合所谓的 比较在乎子女未来成长发展 跟居住生活空间 像这一类型的这个小资家庭 会希望在这边发展的话呢 那可能像坛子大牙呢 这边的房价也比较亲民 然后也比较能够被接受 是 因为过去其实 台中很多的贵族学校 我知道这个太平区就有 那过去要怎么来通勤呢 那很多的家长 就是他们住一起 然后走74 其实大概半个小时之内也会到 所以如果以这个交通网路的设计的话 台中人又喜欢开车 太平区的确 未来还是有一波的机会 可以来做发展 所以目前来看到这个通勤 的确是大家在意的焦点之一 那我们来看一下 网友的心声怎么说好了 这个台南的买房子 到底要选在哪里呢 这个有很多呢 在这个房屋讨论的群组 以及我们的PTT的这个里面 就有在讨论说他要结婚前买房 但是不知道哪一个区块 那他自己也就自己说了 我是永康区啊 男友住中西区 那目前在南科工作是朝九晚五的 那未来他男朋友可能还会开事务所在安平 那所以呢 他发现他自己的朋友 也讲到这个交通街声 因为我们刚刚讲台中有74嘛 所以台南他说北外还之后就通了 开车会比较快 加上又有投资的概念 抛售想要好的价钱 可以考虑安平 我们这边讲海洋之秋会带动地区的发展 或者是刚刚我们有提到的 九分子相对的便宜 那当然我知道有一些人 对于这个永康就很执着啊 觉得他是一个比较老社区 生活经验比较好 所以静明哥你会怎么看 这个未来交通建设 对于台南自己买屋 或者是通勤的影响 是那个资霖 以刚刚那个网友为例 他们是一对夫妻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在南科工作 他只是说他没有讲是说 是太太在南科工作 还是先生在南科工作 然后他其实有讲一个很重要的点 他说未来他们想在安平买一个 开一个事务所 对开一个 那个买一个店面 做一个事务所这样子 所以你看 女生住永康 然后他们有人在南科工作 然后想在安平开个事务所 其实你把这个距离画出来 他是一个斜斜的一个大三角形 他是一个大三角形这样子 那他们所赖以凭借的是什么呢 是希望北外环通了以后 可以拉近他们这个时间距离 对因为寄望未来 因为他们现在是说 安平跟南科的通勤 实在太遥远了 没错 这里面有一个bug 他们可能要考虑到 第一个 北外环的这个通车 他是分阶段通车 换句话说 在可预见的 在可预见的可能一两年内 或两三年内 北外环通车可能只通到哪里呢 可能只通到安南到南科那一段 也就说要通到安平 他们还有的等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以这个动线来看的话 从南科到安平 其实是最遥远的距离 所以如果他们要靠北外环 来做这个沟通的话 他们可能要有长期持有的心理准备 是那金明跟我们一起来看 网友也有投票 因为其实PET网友都还蛮有趣的 他们都会自己来选择说 到哪里比较好 我发现 虽然大家都会说 看预算 安南区 还有便宜透天等等 很多人选九份子 九份子一票 政治聊很棒 北外环真的是 接条路 所以还是选九份子 九份子 竟然还没起来 九份子一票 是不是真的九份子 特别被受到关注 九份子它吸引人的 除了有北外环这个交通议题之外 其实它最吸引人的是哪里的 它是它的学区 那边有一个九份子的一个永续 完全中小学这样子 那再可预见的未来 我们预期那个地方 将是会是一个家长都很喜欢 很想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 里面念书的一个这个学校这样子 所以它吸引人的 除了这个北外环 还有这个学区 再加上就是它小环境 可是如果以生活机能来看的话 那一边比较像是一个美式的那种生活圈 也就是说在地其实 它如果要采买 要超级市场 或者说要闹区 它都得到临近的这个安平 或者说临近的北区 或者说临近的西东重化区 西东那一带去寻找这样子 所以如果回到刚刚那一个 那一对夫妻 他们的这个想法 我会认为 我会建议 可能答案在永康会比较好一些 是 就是比较传统 然后中间点 就是生活机能也都不错 是 一方面离他们的这个南科上班距离 在物理距离上面的话 也比较近 另外一方面 听说那个女主角 好像就是祝永康嘛 是 也比较近这样子 因为刚刚其实金平哥讲物理距离 我觉得很好笑 因为化学距离就是塞车的时间 所以你有很多formula加进来 这时间就不是想象中的这么少了 所以其实我相信妈妈都很有感 因为薛兰最近也是在搬家 就是在看生活机能 还有学区 我觉得学区非常的重要 对 学区这真的是一个重点 让我想到就是像北屯 现在蛮夯的一个叫布子重化区 那布子重化区呢 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吸引点 我觉得除了它这个整体的环境 也是律付率相当高之外 它还有一个点就是 它是东山完全中小学的学区 所以呢对于很多注重家庭生活的 还有子女教育的人来说 它可能要想的不一定是百货公司的距离 或者是商场卖场的距离 当然我觉得绝大部分只要重化区 一旦发展的差不多了 陆陆续续就会有一些卖场会进驻 便利商店或者是连锁型的餐饮都会进驻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假以时日 它的机能都会起来的 那但是有些学区呢 确实是会优先吸引 大家会进驻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另外也包括像是 我觉得十一期重化区也是可以被关注的 那因为它其实在跟十四期之间呢 就有这个台中的洲际棒球场 那未来也会有这个汉城进驻的这个商城 所以如果是属于比较阳光型的 运动型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或诉求的话 其实考虑在这周边 所谓我们刚刚我们讲孟母三千嘛 希望呢离学校近一点 就小朋友会读书啊 离球场近一点 大家就是比较感觉比较有运动型的 这个子女可以栽培 所以我觉得最终呢 在这个区域当中 是不是有你符合你期待的这个环境 是大家在选择这个环境 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因为谈到学区呢 台中有很多私立的中小学之外 事实上他们也前进彰化 你可以知道这个威格中小学 其实之前呢 他们在台中有地之外 现在也移到彰化要有新的园区 那观众朋友您可能会觉得很好奇 这个外溢效应为什么到外线市了呢 其实不要小看彰化 因为它不是共同生活圈 你走高速度非常快之外 你也可以发现 观众朋友过去台湾存款最高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彰化 那你有看到轮胎 袜子啊 花卉自行车产业都在这里 那园林尤其才12万人 但是呢 它创下的记录 除了四王以后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产业之外 存款上亿的有700多位 相当178个园林人 就有一位亿万富翁 所以其实在彰化看到很多阿伯跟这个阿嬷穿拖鞋 吊嘎的时候要特别尊敬 他们可能是某某的企业总裁或董事长 那所以很多人 年轻人现在也在观察说 如果我在台中过来要发展 彰化是一个好的选择呢 我们来听他们的心声 我是彰化园林人 从台北的话都是搭高铁回家 但都是搭到台中高铁 为什么 因为台中高铁直达的班次是比较多的 然后彰化通常都是每站停才会停彰化 而且班次间距都比较长 所以以台中高铁来讲会相对比较方便 而且从台中高铁到园林 跟彰化高铁到园林是差不多的距离 所以都是几乎都是搭到台中居多 如果我要回彰化的话 我几乎都是搭车搭到新屋日 然后再从新屋日坐火车回到园林这样子 因为我家是住西湖 如果是到那个彰化田中的高铁站的话 反而就是会浪费路程 而且交通很不方便 没有办法说像在新屋日旁边就有火车站这样 所以我会比较偏向在新屋日 就是搭车到新屋日而不是彰化站 你知道最近就是中科有二林园区要进驻彰化 然后造成彰化固定的地价有一些变化吗 有长起来吗 应该说彰化园区这件事情我们没有特别清楚 但是彰化的房价一直在涨 是一直都有感受到 但近期以园林来讲的话 园林重化区附近确实有蛮多台中建商进驻在盖公寓 或者是有土地在买卖跟自建的 其实蛮明显就是很多都在买卖或者是在欠薪房这样子 我爸爸有说他觉得高铁站附近的房市应该是起伏的比较缓慢的 要在附近买房的话 那我在外县市来回的路程搞不好还比我住在那边还来的快 这话以园林来讲就是园林大道那条重化区 蛮多那个连锁台中的连锁店 或是一些产厅新的产厅都盖在那条路上 园林市是最近刚从园林正升级为园林市的 那像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园林那边就是很多荒地 然后像我们要去大润发那附近的时候 都是要经过一片很荒凉的地 那现在路都盖起来而且很大条又很漂亮 那路盖起来的话附近的房子感觉也开始变多 然后最近有很多新餐厅在那附近 荒地因为发展的需求现在也渐渐的繁荣 那政府投资了28家厂商进驻 二林厂区的同时也观察到这个金额超过600亿元新台币 想当然生活经济出来学校出来 但也有吃住的需求的话 美式量饭店也跟着来了 虚然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些迹象 对啊这个美式量饭店其实之前大家在纷纷在讨论 到底有没有赢 虽然他们现在失口就是说还没有很确定 但是仍然在评估那为什么他们会评估呢 因为这些彰化人一直不断的跑去台中 台中买东西 然后他们的消费实力已经让这个美式卖场非常正视这件事 但是一直都还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那其实他会这样也去反映到说 第一消费实力跟这些人口的一个需求 那如果反映在房市呢 也去发现说有越来越多包括百货啦 或者是像刚讲的卖场有意进驻的同时呢 也去带也会多多少少去带动人家对于这边周边的一个信心 那讲到这个园林说富豪很多嘛 其实你知道吗 他的出生率也很高 甚至就是在今年其实有一度就是超过了桃园 因为大家讲说桃园因为福利很好 所以出生率很高 但现在呢我们园林有父阿公父阿嬷 所以呢可以在这个无后顾之忧下呢 这些年轻人就很勇敢 那当然如果再加上我们刚刚讲到 二零园区有非常多型的厂商进驻的情况 在就业是稳定的情况 他会需也会连带的带动在房市的部分 那所以其实在这几年看到是在184重化区呢 是比较夯的 那一方面他也是离火车站蛮近的 所以呢他在机能上面呢 也不会太让人过不去 很多人觉得重化区都是才长草啦 长楼啊才刚长楼什么都没有 但是184呢他其实离市区是不远的 那再加上他有包括运动中心啦演艺中心啊 演艺厅的部分 所以其实他在机能上面是可以被接受了 那单价呢其实甚至也还只有一字头的房价 然后大概在20万上下呢也都买得到大楼产品 所以他也会让一些比较年轻的首购族呢 他会有意要进驻在这里 对其实大家都会想要买在机器比较低的地方 但是早上去就很多抱怨了 所以静明给我们来看看台南 因为很多工程师现在虽然这有心声 觉得说我要赶快制裁 但也有人觉得说好像回不去了 很怕到三字头四字头 是不是有一些区块 目前你觉得相对稳定安全要进驻 还是可以买的比较安心 是事实上因为南科房市的关系 在善化跟新市 现在的预售屋的行情 已经即将要站上三字头了 那极少数的已经开价 已经成交也超过三字头了 那对真正在南科工作的这些族群而言 其实每个人对这个房地产的需求 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是把它来当纯投资 有些人是把它来当投资兼自产 可是呢我相信有绝大部分的人 他是基于要自助的这种角度 下去购物自产这样子 所以如果在这个善化跟新市 这个房价飙涨的这个情况下 这些南科的这个从业人员 他要用比较友善的这个价格 买到他希望的这个住家产品的话 特别是透天 因为台南的消费者 有很深的这种透天的情节 那要在哪边买呢 就必须要外溢到其他的行政区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K-8 曾文溪以北的这个地区 这些地区就包括了麻豆 包括了加里 包括了西港 其实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官田跟六甲 这些地区就能够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